青阳天女笑得越发开怀 你终究不是人 没有人的七情六欲 可没有人的潇洒自有 总有无边之力 却受到规则的束缚 这应当就是你最大的弱点了吧 今日你惩罚了我 但未来唐杰必定带我惩你 他说着也回头看向琳琅天外 琳琅天外 唐杰也在看着青阳 他看到了青阳那苍老的面容 心中微微一颤 但是在与青阳对视的那一刻 看着他的眼神 唐杰突然明白了他的全部意思 他抬头望天 喃喃自语 你就在这里洞察天下无所不知 你惩罚了他却无事于我 只因为我没有使用天道领域 你的行事自有规则 这就是你的弱点 鸿蒙区迷乱魔区 曾经的元宇魔宫 已经被改造成了神皇魔宫 一只黑色的紫火凤凰雕塑 屹立在魔宫的上空 向外喷吐着永恒不息的黑色火焰 雄伟魔殿下 一个个身材高大 体型各异的魔祖武士 排成长长的队列 一直满眼到远方 远处 紫魔角的轰鸣声正在回荡 魔音隆隆 威严庄重 一只魔祖大军正从远方归来 最前方紫色滑盖下 有九头墨胶拉着的战车 正咆哮冲来 冰皇站在战车顶端 全身散发着浓烈的魔气 紫红色的大厂在身后飘扬 上面还遗留着战火的淤迹 身后跟着的则是大批魔族的部队 战车来到神皇宫前停下 冰皇跳出战车 向宫内走去 早有负责留守的魔族前来迎接 领头的是个形体与人无异 却有着奇长脖子的魔族 脸上还戴着一个小丑面具 看到冰皇过来 长颈小丑快步来到冰皇身前 跪下 恭迎尊主归来 恭喜尊主 又获得一场伟大的胜利 是惨烈的胜利 长马 心害死了 屠夫被打入按摩池 我失去了两个重要手下 冰皇看到不看地向宫内走去 身后的大厂飘扬 张扬出血的颜色 小丑长马跪在地上 用膝盖快速在地上移动 头都不抬地跟在冰皇后面 尊主误怒 那些作乱的魔头 还不知道陛下的威严与强大 此战之后 那些家伙 当真认识到这一点 想来再不敢挑衅陛下威严 这话你在黑死高原之气案之前 都说过了 可结果呢 不到一年时间 就又出现了三批作乱的魔族 冰皇的声音已带着极度的愈怒 小丑吓得连连磕头 小的无能 小的该死 都是小的了敌不惊 查敌不严 冰皇终于停步 看了小丑一眼 突然叹口气道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这么多魔族前赴后继来找我麻烦 又不是你引来的 是我自身实力不够 才导致那些家伙的际遇 终究 还是我的修为太低的结果 小丑盲叫道 尊主虽只是地先阶位 但神通广大 实力通天 更有无双智慧 我鸿蒙魔族 无不倾心仰慕 就连血沙魔君 黑心老祖 都愿意追随魔主 可见魔主之能啊 血沙魔君与黑心老祖 正是冰皇手下仅有的两个真仙级的存在 实力不弱于当年的万奴风雅 楼家珠魔 能够以地先修为 招到两位真仙效命于自己 这远是冰皇的本事 但只有冰皇知道 为了得到这两位真仙的效命 他付出了多少代价 那血沙魔君倒也罢了 他对自己有爱慕之情 还好控制一心 黑心老祖却是仁如其名 贪婪无比 冰皇用他的同时 也暗自防着他 所以此刻冰皇并不在意 小丑的马屁 只是继续向前走 走过那长长的阶梯 来到神皇大殿上 殿前是一张长长的地毯 整个地毯赫然是用 无数王者的灵魂编制而成 他们在毯中挣扎 嚎叫 发出阴暗浓重的死气 与这鸿蒙魔器一起 汇聚成最最阴暗恐怖的力量 冰皇踏在地毯上 每一步踏出 都踩在一张亡灵的脸上 就这么一路走过去 在亡魂之毯的尽头 是一张紫色的王座 王座似乎是用鲜血凝聚而成 不断地滚动着 一座的四角 赫然是四个强大的魔族组成 从头顶处冒出骨骨的鲜血 形成这张紫色的王座 仔细看 会发现 那四个魔族 其中一个的脸 正是元玉魔君 来到紫血王座前 冰皇坐下 长途跋涉后的封尘 在紫血的洗涤下 终于开始消散 退去 冰皇的脸上 显出一道道紫色花纹 渐渐密布整张脸 冰皇发出舒服的呻吟 所有疲惫 在这一刻终于洗尽 然后他说 我总觉得 事情有些不对 小丑长马依然贵服于地 尊主指的是什么 冰皇一边思考 一边慢慢说道 自我打败元玉之后 已先后遭遇五次挑战 虽然说大魔主之位 各个眼红 以我地先修为 遭遇挑战也不奇怪 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遭遇如此密集的挑战 还是有些不太正常 正如长马你所说 不管那些家伙服不服气 我打败元玉 打败前来挑衅的各路势力 都是不争的事实 以那些家伙的秉性 若是到现在 还继续小瞧于我 也未免太过愚笨了 可为什么 他们还要如此潜伏后继呢 就好像 冰皇迟疑了一下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吸引着 驱赶着 命令着他们前来呢 小瞅道 尊主认为 这一切背后 都有别的大魔主 在背后支持吗 冰皇点点头 嗯 我的确有这个怀疑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一点解释不通 以我现在的实力势力 对付那些小魔主 还有些把握 但是对付大魔主 却万万不能 若是有哪位大魔主 想对付我 大可不必如此麻烦 直接挥军杀过来就是 就算一个大魔主 不能占领两个魔区 直接灭掉我 再转手扶植 另一位小魔主 还是可以的 又何必那么麻烦呢 或许是 入侵政界 旁顾无瑕 小瞅道 冰皇依然摇头 那样的话 在试探过两次后 也不该再继续 一个一个地派过来 五波魔族 只要任意两股势力 联合在一起 我都难以应对 可现在 却是分批而来 或许是不同的 大魔主派遣的呢 那就更不对了 长马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五股魔族 除了第一次战后 我们得到半年时间的休息之外 接下来的四次 每一股魔族 前来的间隔时间 都是三个月左右 就像是 冰皇的声音低沉下去 眼中 却显出亮彩 就像是 有谁把他们的进攻时间 都安排好了一样 小丑不解 尊主的意思是 有人故意让他们来送死 那为什么第一次是例外 冰皇再度陷入沉思 好一会儿他突然倒 因为对方还不了解 我们的实力 还需要时间观察与准备 第一次卫魔战争胜利后 对方掌握了我的力量 就开始调动魔族 他们显然有目的地 进行了选择 选择的魔族 既不是太强 也不是太弱 确保了我能打赢 却又赢得绝不轻松 说到这里 冰皇的声音 已经变得阴沉起来 小丑双眼放光 这可不像我魔族手段 的确不像 说起来 如此手段 倒更像我熟悉的 另一个人呢 兵皇 呵呵低笑起来 唐杰啊 是你出手了吗 不想我发展太快 以免不受你的控制吗 滋血王坐下 一名魔头已是 愤愤骂道 原来是那些人类搞的鬼 人族狡诈 就知道不能信任他们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 但在经历过 这连场战事 回顾过往 抽丝剥茧的分析之后 兵皇已经基本可以确定 是唐杰在背后搞的鬼 也只有他 才有理由鼓动魔族 对付自己的同时 又不希望自己灭亡 兵皇一冷笑道 在其位谋其事罢了 使我把事情想得简单了 却忘了他是什么人 我的谋略之道 本就学自于他 却还犯下这等错误 这是我的不对 不过 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唐杰 你既然暗中对我下手 也就别怪我不客气 说着他看向下手 王爵灭蔡君阳那些人 现在何处 一名魔族打倒 分开之后 就去了绝先岭一带 兵皇成就大魔主之后 当年进入鸿蒙界的 一干人族并未回归 而是继续留在鸿蒙界 一方面继续寻找机会消灭魔族 为政界抵抗减少压力 一方面则搜集鸿蒙特有的资源 虽然鸿蒙贫瘠 却也有自己的特产 这些特产在鸿蒙界或许不算什么 放在政界却也是稀罕的资源 此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帮兵皇一把 唐杰虽然受益皇府梦 勾引魔族找兵皇的麻烦 却也怕弄不好把兵皇给灭了 王爵灭他们就是用来应变的 每次兵皇与魔族大战 人族势力就会隐藏他处 如果兵皇能赢 他们就不出手 如果兵皇赢不了 他们就在关键时刻帮一把 这也的确起到了作用 有两次兵皇故意势敌已弱 逼得人族出手 借机掩杀 战后非但没损失多少兵力 反倒吸收了不少魔族 作为回报 第五次灭魔战争 也就是这一次 无论兵皇怎么表现 王爵灭等人都不出手 方才导致他两个得力助手的陨落 此刻得知人族位置后 兵皇已到 叶香 从今日起 你亲自负责监视人族 查其动向 是 魔主 一名魔头已出猎盗 需要消灭他们吗 不 兵皇斩钉截铁地回道 这些人族有大用 第五次未免战争已经结束 但很快会有第六次 这一次 我要让那些人族成为我们的挡箭牌 我们的炮灰 为我们去扛下魔族的进攻 而我们则坐收渔翁之力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 就得先知道他们下一个的目标 兵皇说着 手一扬 一片黑雾已出现在殿上 黑雾变幻 渐渐形成一片浩瀚的地形图 正是鸿蒙迷乱魔区一带的地形 唐杰看着地图 以南南倒 既要给我找麻烦 又不想我完蛋 就得找实力与我们相近 又偏弱些的 此外 身为人族 要挑动魔族进攻 与我绝非易事 如此一来 他们可以选择的方法 其实并不多 从过去的五谷魔族 可以看出来 对方是挑选那类本身就性格巨傲 轻易不肯低头的家伙 只要放出一个地先级的家伙 成为大魔主的消息 再参与全靠运气之类的假消息 就能自动哄骗一些魔族过来 不过在已经骗到五谷势力进攻我后 他们剩下的选择其实也不多了 从地理位置上看 冰黄的手指在地图上滑动着 最终落在一处地方 天刀园 屠戮刀魔 天刀园 这是一片狭长的黑暗荒原 从高处望去 形状就像一把巨大的长刀 横跟在鸿蒙界的土地上 相传在很久以前 出现过一位天刀魔主 手持一把鹿血魔刀 横行鸿蒙 不可一视 后来这位魔主不知道 招惹到哪位魔族大能 被灭杀于此 手中魔刀落于此地 最终化作一片荒原 也就是这天刀园 当然了 这也只是个传说 到底是真是假 谁也不知道 此时 天刀园西部 一片不及眼的丛林中 一群牙魔正跪在地上 牙魔是一种性情十分暴力的魔物 生情残忍 最爱用爪子撕开对手 但现在却只能如同绵羊般跪地颤抖 让他们恐怖的是两个笼罩在黑色雾气中的身影 黑物将他们的身影变得模糊 看不真切 但是孕育其中的庞大魔威 却足以让任何魔物知道 这是魔族中的尚未存在 一群蠢货 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要你们何用 其中一个身影发出愤怒的斥责 为首的牙魔发出惊惧的哀求之声 还不滚开 加紧打探 严厉的呵斥声中 牙魔如猛打射 纷纷逃走 等到这群牙魔散开 笼罩两个人身影的黑影散去 露出两个人来 却是皇甫梦与唐轩宇 唐轩宇眉头紧锁 消息已经传出去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吐鲁刀魔还没有任何动静呢 难道是畏惧神皇势力不敢动手吗 皇甫梦道 吐鲁刀魔性情把扈 又实力强悍 要说他会畏惧兵皇姑姑 我是不信的 应当就是那些牙魔无能 打听不到消息吧 哼 却终究只是可能对吗 唐轩宇道 依我看 不能就这么等了 需要给那些老魔加点料 怎么加法 皇甫梦问道 就用上次的做法如何 冒充神皇手下 血洗一处魔族营地 抢些宝贝 再留下蛛丝马迹 引那老魔动怒发病 唐轩宇颇有雀跃之情 皇甫梦思考了一会儿 这才缓缓道 我们介入的越多 暴露的可能就越大呀 怕什么 唐轩宇笑道 有师妹在 定不会让那些魔崽子 轻易发现 而有我在 就算发现了 也能把我二人不失 听到这话 皇甫梦沉思片刻 终于点头 陨星镇 这是位于天刀园西部的 一座小镇 这里原本有一个陨铁矿 因为出产大量的陨铁 和少量的银星石 而吸引来大量的魔物 尤其是适时金属的铁骨膜 在常年的开采中 云铁矿被挖掘一空 但是这座小镇 却保留下来 像这样的小镇 天刀园还有成百上千个 它们如星典一般 撒在天刀园苍茫的大地上 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 这便是屠戮刀魔的势力 在这天刀园上 一切存在 皆要臣服于它 一日之后 皇甫梦和唐轩宇 来到了允星镇 远远看了一眼小镇 两个人先是对望一眼 然后唐轩宇 已变化成一只金骨膜的样子 皇甫梦 则变化成一只五骨魅膜 唐轩宇对着皇甫梦一拱手 师妹 请 皇甫梦回了一句 师兄请 两个人同时哈哈大笑 已向阵内走去 按照计划 两个人会先寻找阵中有价值的宝地 然后以掠夺为由 再痛失杀手 此时 正是小镇最热闹的时刻 可以看到 有无数的魔物在阵中行走 时不时发出肆意的咆哮与争吵 魔族的相处模式历来简单粗暴 往往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我先寻找阵中行走 我先寻找阵中行走 我先寻找阵中行走